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久没见少主这么开心了 问了小矮仔才知道 少主以前还养过狗呢 还有十一少主不知道的呢 第一当主对狗猫过你 就命令把狗送走了 少主在店前跪求的一日 连主上的面都没见着 你想到这事啊 少主给他取个名字吧 你放心 他不会被人给帮走了 你力气可大了 可以保护好他 苏顺说的话听听就行 叫什么名字 那就叫百福吧 李百福 好吐的名字啊 而且为什么要跟我信啊 你带回的孩子 我就不跟你争了 李百福 李百福 来 来 煞烛 无论是黄菊还是百合 都予以着安稳长久的爱意 还希望您能明白 我们侧夫人的心 他特地跑去内务府 费尽心思求来了百福 为的就是让您高兴 他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却很喜欢您呢 好